12号电影《行影不离》首映是在北京举行 导演武士贤与主演吴彦祖 功贝帝 严妮亮相助阵 没错 有了严妮的现场总是少不了 欢声笑语 昨天的发布会也是一样 但凡严妮一开口 现场总是能笑倒一片 《行影不离》讲述了发生在中国某个城市的多线索故事 兼具 爱情 喜剧 动作 悬疑 各种元素 吴彦祖饰演一位在生活和事业中遇到诸多不顺的工程师 而功必贝则饰演他的妻子 令人尴尬的是吴彦祖戏里的妻子 真实生活中就是导演的妻子 这让吴彦祖拍起亲密戏份来 充满心理障碍 但其实还有点尴尬吧 对 我们在床上然后演完戏之后 我就一直看导演 这导演的老婆 老婆 这有特别奇怪的一种感觉 所有人都是在看导演 看导演的反应 都会在看导演的反应 而相比以上这对组合 吴彦祖和严妮的对手戏恐怕更有看点 原来风情万种的严妮 一直都是吴彦祖的忠实粉丝 这次能和吴彦祖合作一把 顿时让她心里美滋滋的 挺神奇的一个事 我觉得挺高兴的 跟吴彦祖能在一块拍戏 我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 我还要去勾引她 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 尤其她那么帅 我觉得她是最有型的男演员 按照严妮的说法 她在戏外很害羞 只是因为角色需要 才在戏里勾引吴彦祖 谁知吴彦祖却在一旁爆料 严妮说话直接了当 常常当面表白 反而让她觉得十分尴尬 这会让我很尴尬 对 就她说的害羞 但是一直会讲 你很帅 什么什么的 你其实不害羞 完全不害羞 我反正是害羞 此外 形影不离 这次还请到一位大牌配角 那便是奥斯卡影帝 凯文史派西 面对这样一位国际大腕 吴彦祖坦言心里有些紧张 谁知凯文主动向他发了一封邮件 顿时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我一听到是凯文演的 我就有点害怕 有点紧张 因为他其中都是两节的奥斯卡影帝 而且我是从小时候就一直欣赏他的那些作品 但是我们开拍几个月之前 他就写了一个电影给我 就主动地写的一个电影给我 就讲一下剧本的东西 吴彦祖和凯文的沟通无上碍 但一旁的严妮着实极坏了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 严妮和凯文的交流纯属鸡铜鸭讲 不得不向一旁的吴彦祖求救 也闹出了不小的笑话 想跟他拍张照片 我不会说 然后我就说想 丹尼尔我说今天我杀青 我想跟他拍张照片 这英语怎么说 然后丹尼尔就说杀青怎么说 杀青就说 然后就跟我拍张照片 然后他说了一大堆 我说好像英文我是来自香港 还是北京 我特别光临 我说北京 然后他又说一大堆 我说I don't know 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原来新天地 汪静北京报道